天地交通 代续春秋 1896年 盛兄怀 怀着储财新邦的理想 创办南洋工学 120年来 30余万遍及海内外的校友 是交大的骄傲 著名政治家江泽民 著名科学家前学森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吴文俊 徐光宪 王正义 都曾求学于此 一大批近现代著名的 治国英才 科学大师 实业巨子 文化精英 从这所曾被称为 东方MIT的知名学府 走向辉煌 一百多年来 无数推动中国进步的科技成就 是焦大的荣耀 中国最早的中文打字机 电机 内燃机 新中国第一艘万吨轮 第一枚运载火箭 第一颗人造卫星 第一艘载人潜水器 第一粒心脏二间半分离术 首粒同种原味 肝移植成功 首次大面积抢救烧伤成功等 都凝聚着焦大人的智慧和心血 上海交通大学 秉承着起点高 基础厚 要求严 重实践 求创新的传统 传承饮水思源 爱国荣孝的校训 以培养第一等人才 砥砺 第一等品行的理念 吸引着来自全球的青年才俊 在这里求学 感受学在交大的氛围 上海交大的学生 一直是中国 乃至世界学生中的佼佼者 他们曾三次获得ACM 国际大学生计算机程序设计大赛 全球总冠军 连续三届蝉联挑战杯冠军 创造历史 社会服务与工艺表现不俗 学生艺术团 原创戏剧 屡创佳季 学生运动队连续六次捧起 中国大学生运动会 最高荣誉校长辈 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 指引着交大人探索真挚 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 鼓舞着交大人寻求变革 上海交大汇聚了 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 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内的46名顶尖转家 更有一百多名中国最具潜力的年轻科学家 他们推动的不仅是上海交大的飞速发展 更是科学的持续突破 在国家最近的学科排名中 上海交大的船舶与海洋工程 机械工程 临床医学三个学科排名 全国第一 16个学科在ESI研究机构的全球排名中 进入了前百分之一 学校牵头建设的三个2011协同创新中心或国家认定 学校拥有13所附属医院 转化医学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或国家政治立项 并接牌 学校的科研经费 发明专利 论文发表总数 一直处于国内领先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总数 面上项目数 重点项目数 青年项目数 资助金额总数 均居全国高校首位 一大批重要成果 在世界顶级刊物上发表 上海交通大学始终以开放的姿态 拥抱世界 学校每年举办数十个顶级国际学术会议 先后聘请400多位国际著名专家学者担任学术职务 法国总统奥朗德 英国首相卡梅伦等都先后走近交大 与师生互动交流 与牛津大学 剑桥大学 耶鲁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 加州理工学院 康纳尔大学 东京大学等著名高校 进一步深跨合作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上海交大密西根学院 成为中国高校国际化办学的典范 上海交通大学 走出以高水平科技成果和高素质人才服务 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合作之路 与云南 广西 贵州 宁夏等省的全面战略合作关系 以向纵身发展 围绕上海这座世界城市的发展 与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 上海交通大学 积极促进 以人才为纽带 以知识为核心 以文化为引领的 城市与大学共生互动 南洋造星 北民志愿 上海交大 因图强而生 因改革而新 因人才而胜 它正向世界 展现崭新的姿态 和无穷的魅力 欢迎来到上海交通大学